昌元市长安商手中出席今年NC恐龙开幕战 他期待王维忠能带更多台湾球迷到昌元来取自NC恐龙官方脸书 特派记者尼婉君南韩昌元报道 王维忠在漂亮夺得韩指手胜后 在NC恐龙的人气之声就连昌元市长安商手都觉得他非常帅 还希望明年星球场启用后 台湾球迷能多多到昌元来看球 在王维忠加盟NC恐龙后 他的外表就一直受到讨论 昨天离开球场时吸引上百名球迷包围的夸张景象 也透过媒体不断放送 昌元市长安商手在王维忠主头开幕战时 也曾到马山棒球场观看比赛 对于他的加盟充满期待 王维忠加盟NC恐龙后 昌元市民都觉得他非常帅 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安商手也觉得王维忠很帅 还说非常喜欢他 其实安商手希望王维忠能替昌元带来更大的商机 因为明年新的NC恐龙主场 昌元棒球场就将启用 新的球场建好之后有两万两千人的规模 不只是单单的棒球场地 而是把它变成结合体育观光的体育公园概念 也非常欢迎王维忠的球迷来 如果王维忠能延续好的表现 势必会吸引更多台湾球迷前来昌元 也能带动当地观光发展 而昌元市政府也会策划一些大型活动来欢迎台湾球迷 昌元市长安商手特派系者尼婉军社